2023年3月12日 统一意识之光 完美光之代码中的上帝代码 和球体音乐中的光流动 今天我们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2023年3月的能量 以及今年本十年和本千年地球上 所有有智慧的人都在指数级展开的解放 这是一个活着的非凡时刻 我们会说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 作为一个觉醒的 活着的有意识的灵魂和神圣的存在在地球上 你们亲爱的人是光之领袖 你们是光之播种者 你们是新地球新梦想的光之建设者 新地球现在就在这里 在你们身上 我们的愿望是赋予你们力量 让你们不断提升 记住你们是谁 这样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地球生活的新篇章 和你们的日常体验中更充分地宣称它 所以让我们先一起呼吸有意识的神圣呼吸 当你们将这奢华的光吸入你们的肺部 进入你们的心 进入你们神圣的阳刚之气和神圣的女性方面时 我们希望你们感受到这个普拉娜 这个灵芝 这个真相 这光到达你们的细胞和能量肠中的每一个神圣能量粒子 作为你们生命中和你们一生中神圣祝福的最终神圣接受者 此时此刻呼吸着神圣的呼吸 知道你们是一个活的上帝火花 一个活神粒子 一个充满你们永恒的神圣天赋 和神圣灵魂之光的活的神圣灵魂 它是真理 爱与源头的结合 以及与所有造物中神圣和谐的结合的永恒象征 这使你们与树木 动物 水晶和水晶网格 海洋 水道 水本身 以及它的无数形式 山脉 海洋生物 有情意识的本质 你们的心存在的家人和朋友的本质 以及你们的集体和觉醒 亦是人类的合一 本质融为一体 这股强大的神圣气息 你们自己正在召唤进入你们的心 进入你们的肺部 进入你们神圣的女性和神圣的男性方面 滋养着你们的盟友 与神圣造物的盟友联系起来 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一个完整的 觉醒的 活着的 富足的和快乐的部分 我们最近邀请你们感受你们的光 感知你们的视线 拥抱你们作为量子创造者的能力 梦想新的神圣梦想 它现在每天都在你们的生活中显现 作为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圣人类集体 你们是活生生的伊甸园 记住并回忆着你们的神圣起源 以及你们在星星中的起源 有时看到幻觉的漩涡和放大光与真理的漩涡 在你们的生活和世界中具体化 这是多么的龙卷风啊 以前所未有的相关性启动两只狼的传说 两只狼的阴阳能量正在加速和放大 因此黑暗和光明也在加速和放大 在这些史诗般的提升和变化的放大漩涡和龙卷风中 你们能在哪里 在那里你们和你们所爱的人在风暴中是安全的 无论你们的世界文化 世界政府 世界体系和建筑的各个层面 每天都在发生启示之声 你们都能在你们的神圣永恒之光中扎根 并知道一切都很好 他在风暴之言 他位于第三维度二元性的两只狼之间的灵点 正是在恩典的吊床里 生活 居住和休息在你们的圣心之中 自我是你们整个灵魂本质的一个分裂 断裂和支离破碎的部分 他在很久以前通过蛇灌输的思想和心灵控制而显现出来 自我本身是分裂的 而原的 断裂的 以至于他无法在他的小技能和破碎的视野中保持完整的能量 他只能感受到热或冷的本质 事情要么只是热的 要么就是对自我永远都是冷的 自我的技能和意识中没有卢克温母 如果感觉到热 而你们的自我认为热是正确的管道 那么冷就是错误的 因为自我的感知和视角中没有灰色的阴影 什么是正确的伴随着终身的灌输和第三维度蛇形条件 几乎自动的使另一个错误 这正是第三维度矩阵中的生活方式 他只能通过二元思维 收缩的近视眼 控制的感知和文轩来成功和生活 而这些感知和文轩几乎没有开箱即用的空间 自我是你们生命的盒子 我们希望邀请你们现在就过去 我们邀请你们使用全视镜头观看 如果你们愿意 也可以使用神视 因此有了2020年的清晰视野 它将成为你们在2020年的风暴和 2023年你们生命中的风暴中的神圣护卫 说到狼 你们还记得狼来了 第故事吗 牧羊男孩在真的没有狼的情况下 当他喊着狼在攻击他的羊时 欺骗村民对他的警报声做出反应 但是第三次 一只真正的狼来袭击他的羊 但没有人会听 很多羊都被狼咬死了 因为村民们无法相信一个骗子 即使他第三次说出了真相 你们中的一些人有没有经历过 你们可能感觉到的虚惊异常 你们有没有听过准备召唤 像诺亚一样做好准备 在你们的有生之年成为一个新地球诺亚 却发现没有什么似乎值得发出这样的警告 你们能看到的 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群众的关注 那是什么感觉呢 听到召唤去准备 准备好 像诺亚一样 一次又一次看不到任何对你们或你们所爱的人 有任何真正意义的事情发生 这让你们怀疑吗 你们累了吗 这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压力吗 它是否要求你们质疑你们的洞察力 和你们在暴风雨中听到上帝声音的能力 让你们怀疑在你们的世界上经历的风暴 是否只是风暴而不是扬声风暴 我们明白了 我们听到了 你们的警报系统唤醒了你们 让你们在此时准备好迎接正在进行的大扬声行程 似乎已经如此早 如此无情 如此坚定地位 你们做好了准备 以至于你们希望看到证据 证明你们的准备是明智的 这种没有直接确认和补偿的活性质 即可能会导致肾上线疲劳 这会导致一种扬声疲劳感 它可以导致扬声怀疑和不信任 在现在正在发生的扬声浪潮中 其真实性越来越高 准备工作通常只有在风暴本身和风暴之后才得到确认 是吗 因此今天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是新地球的诺亚人 正在准备这个或那个 他们可能会在风暴中感到疲倦 但让我们承认 你们在风暴中 你们已经置身其中 仅仅因为你们的邻居可能不承认地球上的降雨 光之代码充斥着你们的世界 一连串的火车出轨事件 供应链问题在世界各地发生 这并不意味着风暴没有发生或正在展开 这仅仅意味着他们看不到它 或者说他们不会看到它 然而 个人的力量不是来自别人的言行 而是来自内心 个人父权来自倾听你们灵魂的轻推 知识和指令 尽管在一个未觉醒的世界中 作为一个觉醒的灵魂 有时或一直感到疲倦 但这些知识正在感知诺亚所感知的事物 大魏感觉到了 摩西感觉到了 约书亚感觉到了 圣母玛利亚感觉到了 在他们那个时代 许多其他诺亚族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在沉睡世界中 视力更高是罕见的 觉醒的心知中心和心知视觉 在沉睡世界也是罕见的 更深刻 更清晰 更纯 静 亲爱的医们 这些以准备召唤形式的行动召唤 是神圣的指引 今天准备的人已经准备好 接受上帝的洞察力 神圣的祝福 神圣的指引 神圣的保护和神圣的救赎 进入他们时间线中的原始蓝图中的上帝造物的新生 2023年是你们的时间线 你们正经历着这颗地球行星向它的扬生形态的转变 因此 你们正经历自己向上帝形态的转变 你们正在经历自己向扬生掌握形态和意识的转变 这些对神圣准备的召唤并不是虚惊衣裳 他们是那些耳朵和心灵最协调的人能够听到的神圣指引 也许狼来了 是未来阴谋论对那些感觉到狼的人的指控的一种叙事的种词 这样 当那些会喊出更高感知力的真相的人说 你们看不到吗 狼群在这里 供应链正在崩溃 或者冲击量是受到攻击 健康和福祉受到攻击 自由和主权受到攻击 地球上每个人的财富和富足受到攻击 然而 许多人以前都听到过这些呼唤和呼喊 在今生和来世 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第三维度视觉可以检测到的东西 他们在自己的经验中确认 这是由他们自己的近视视力导致的 这里没有攻击 也没有什么可看的 那些灵魂视力更高的人的哭声似乎落在了盲人和龙子的耳朵上 而灵魂视野更深的人则在思考如何真正为他们直觉所见做好准备 或者他们是否一开始就想象了整个事情 并回答了错误警报 如果我们都在狼来了 第某些层面上呢 如果有一些时候 我们的星球似乎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然后什么都没有 没有正义可言 没有罪犯被抓住 没有观察到生命之光的胜利 不是从他们所能看到的 所以在你们所有人的内心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就有了退路 有知觉的警觉性会被抽离 在沉睡世界中视图中时的人 在沉睡世界里试图倾听源头的人 以及在沉睡世界接受的指导下试图采取行动的人 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沮丧 因为有时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傻 与众不同 疏远 嘲笑自己看得更深 了解得更深 信任得更深 没有以任何外部第三维度 线性时间定义的管道 确认他们对上帝的信任 然而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 无论发生什么 一切都是通过那些坚定信念的实践发生的呢 如果你们需要培养的灵魂技能实际上是上帝最终在你们身上播种的预备练习呢 如果你们在神预备的道路上接受指导和测试呢 神圣的听众们 在除了源头之外没有其他资讯来源的狂野和疯狂时代 敏锐地知道该做什么 该怎么做以及该帮助谁或与谁联系的能力呢 如果准备工作远比手边有手电筒 辣 烛 水和食物大呢 我们会说 它们更大 大得多 我们会说 那些倾听的人 继续准备 继续倾听 保持有意识的呼吸 并且继续练习 直到足够长的时间来听到你们的全知之心仍然安静而有力的声音 它已无法解释的永恒管道与神圣之源相连 三月是准备时间 三月是一个摇摆的时间 三月是第三维度幻象中更大裂逢将发生的时间 神预备者 新地球诺亚和启动光的神圣灵魂必须继续倾听他们的心智中心 耶稣在几千年前说过 做好准备 当灵魂生活并进入时间之外的领域时 这真的是一个永恒而及时的真实陈述 因为在一瞬间 大约2000年内 世界将永远改变 是的 这正在发生 在接下来的几周以及四月和五月 还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并不是你们外部的具体确认 促使你们看到这一点 要解这一点 并确认这一点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听这个资讯 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件将以一种非常明显 清晰和明显的管道永远改变这个世界 它们现在也在发生 对于那些有眼睛的人来说 谁在领导这一清晰而史诗般的全球事件 那么创造这些事件是你们的工作吗 还是仅仅是他们的见证者和知情者呢 事后者 源头最终引领了这场史诗般的解放 你们是解放者 你们是这个伟大解放和扬生过程的接受者 你们到底在准备什么呢 保持健康活力觉醒和意识 接受你们的解放 这是你们应得的 你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上帝的承诺 那就是你们将在神圣的时刻获得自由 神圣的时机就在这里 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这些光之代码和这些自由召唤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也看到越来越明显的灵性斗争 触及人类意识和意识的表面 最后那个叫狼的男孩说的是实话 有一只狼 他最终来袭击了羊 在你们中间有一只狼 你们会知道他是圣经中的蛇 他一直在攻击上帝的羊 牧羊人 阵 民和羊都不知道 从伊甸园开始 也许最初在游戏中喊狼的淘气男孩实际上是一个准备者 他号召村民慢性来保持警惕 因为狼会来 也许这也是蛇的游戏的一部分 当人们继续只看到虚假的警报时 他们会厌倦城镇居民根本不想回应求助 如果这个男孩是个骗子和讲真话的人呢 如果这一切都是地球上善与恶的最后一战的一部分呢 如果这场战争是一场资讯 洞察力 虚假资讯和欺骗的战争呢 如果这场战争是一场谎言和真相的战争 并且是两者的漩涡 以多元的管道上演 那会怎样呢 如果伊所讲述的狼来了 是对你们所处时代的预言 那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时代 你们是否愿意向耶稣邀请人类一样做好准备 当风暴的漩涡太大 无法听到外界的任何声音时 你们想让源头做好准备 倾听源头的声音吗 而听觉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吗 我们邀请你们考虑故事中的符号学 狼来了 并从多元角度潜在的感受 看到和感知他 也请你们听耶稣的话 他知道这一次会到来 准备工作迫在眉睫 就在此时和现在 诺亚是准备好的人 摩西是准备好的人 圣母玛利亚是准备好的人 那么多美丽的灵魂进入了他们的神圣掌握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从而为他们该做的事情做好了准备 神圣的时机是你们世界中永远存在的本质 因此 神圣的时机就是上帝的时机 他存在于永恒的当下 是时候准备了 亲爱的医们 准备食物 水 资源 特别是有意识的呼吸 信念 肩 认 祈 祈 意图和神圣联盟 风暴来了 而且只会在 2023年新增 这些是灵性风暴 扬升风暴 还有物理风暴 你们每个人都有内在的掌握 只想如何倾听自己在任何时刻要做什么 呼吸什么 唤醒你们的内在准备者在幻觉风暴中拥抱真理 拥抱将带领你们所有人在未来数月和数年忠实现尾大解放和史诗般的地球体验的光 相信相信你们的内在引导系统去聆听源头之声和内在源头之光 这是你们的本质 这是你们的神圣代码和灵芝在这些时代 你们来到这里 是为了轻松地复活和重建你们的伊甸圆和神圣蓝图 你们的上帝之道并可以看到 让他进来 准备好了 亲爱的伊们 深呼吸 亲爱的伊们 好好的 亲爱的伊们 你们是被爱住的 你们是爱 我们都是爱 起来 感谢观看